萊豬包括了這樣的議題 是不是真的是假議題假新聞的同時呢 今天呢 鄭麗文在正麗節目當中爆料了 來他的爆料內容說 蘇貞昌曾經在一場屏東同鄉會的活動當中 痛罵蔡英文總統半小時 其實那時候2016年的時候 我講一個秘辛啦 他那時候他什麼都沒有啦 蔡英文上台 他不是很討厭蔡英文嗎 黨內他都看不順眼 他說你要來派什麼關給我 然後他對他在那個屏東縣同鄉會的時候 公開在台上所有人都尷尬的鑰匙 叫蔡英文 叫30分鐘了 蔡英文真的是沒辦法了 那時候有記者在嗎 就是沒有 多可惜 現在手機都可以拿起來直播 對 你聽現場的人轉述 那真的是太傻眼 那個知酸 知難聽的 所以蔡英文實在是找不到人了 才把他找出來接這個行政院院長 你說他罵了30分鐘罵了什麼 可以轉述一下 沒有 這個我覺得 對於蘇貞昌來講 他就是一個暴怒的 很煩 然後他非常非常的苛刻 那他只會護短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人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 他可以當場 那個陳隱姓以前質詢的時候 也是有放過以前的畫面 蘇貞昌反萊豬的畫面 蔡英文反萊豬的畫面 他還是那個臉皮厚的是 比犀牛皮還厚 你要拿他怎麼辦 來 你聽說這個場合 其實這個不是最近的 是2017年 這個也亂講 亂講 你人類在現場對不對 到底真相是什麼 那一場我在現場 我在現場 其實從萊豬到今天的 這一所謂的他的爆料 都是假新聞 你像譬如說 萊豬的部分大家很清楚 萊克多巴胺的標準誰訂的 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他訂的 那這一次為什麼 國民黨只談豬不談牛 其實這一次也有開放牛 不是只有豬 他們只是想亂而已 那這一次談到蘇貞昌什麼 在2017年那一場屏東同鄉會 痛罵蔡英文好像多久的一個時間 我全程在場 我就沒有看到蘇貞昌罵過一句蔡英文 蘇貞昌那一天到現場的時候 那一天因為蘇嘉全立法院院長 他接同鄉會的理事長 那一天到場的還有邀請了 張伯雅監察院院長 考試院吳錦玲院長 還有游錫坤 游錫坤跟蘇貞昌兩個院長 當初他們都沒有工資 然後蘇貞昌院長進來的時候 他的掌聲很大聲 因為他人氣非常高 然後大家都請他 他先講 他先講 習間蘇貞昌院長就講了一席話 他就說 城局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高雄前瞻基礎建設 爭取了不少 賴清德在當台南市長 人家台南市也過得很好 鄭文燦在當市長也爭取得滿多 潘崩安縣長 你等一下坐在蔡英文的前面 你就要講比較久的 把我們伯伯 屏東的大家都在這裡 把總統給特寡 蘇貞昌院長其實大家談的都是這件 反而他還特別去提到說 蔡英文打這檔很重 沒打到 沒打重重的人 不知道怎麼輕鬆 在打的時候 在看的人覺得人家不吃爛 又陷人自食 蘇貞昌反而在現場是說 蔡英文這一檔這個檔子很重 大家要一起團結幫助他 什麼隔了幾年後 你鄭立文出來爆料 什麼蘇貞昌痛罵蔡英文多久的時間 這個亂講 這個又在故意傳這種假消息 這不對 是這樣子 來 非常謝謝蘇貞昌 這2017年5月6號 屏東縣的同鄉會總會成立大會裡頭 鄭立文公在現場的蘇貞昌 因為那時候沒有公職的他 屏東人 同鄉屏東人他 罵了蔡英文總統 有半個小時 來 我想請教余子老師 怎麼樣來看 這是國民黨現在的路線嗎 國民黨的本業到底是什麼 來 趙醫師老師 面對執政黨必須要通過的政策 那麼在野黨 基本上要搞清楚自己的舞台 跟角色在哪裡 不論是文攻武鬥 不論是體制內跟體制外 你都要搞清楚 在什麼時候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還有做什麼樣的動作 甚至發言 之前國民黨只有體制外 我說過他可能透過假消息 基本上去在同文城裡面 發酵或是把群眾帶上街頭 或者是從體制外 跑到體制內 做這個內臟的攻防 星際大戰 其實這些東西推一萬步 我們都會了解在野黨的苦衷 他要凸顯議題的荒謬 從國民黨的角色來看 好 這個都叫做武鬥 或叫做體制外 你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有一天一定要找好停損點 或是你要設定好 我要進場從體制內 去進行意識攻防的時候 那麼我就應該開始收斂 從莽撞 衝撞 變成什麼呢 理性的對話 但我認為國民黨到現在 還是沒有找到節奏跟角色 但已經進入到程序 進入到意識規則 進到朝野協商的時候 你現在的角色 還在兩個禮拜前的禮拜五 還是在秋冬的那個街頭的現場 朝野協商過去 大家的分貝可以高一點 以我過去的印象 自從有朝野協商直播以來 我還沒有看過 有任何正倒摔東西 或是潑咖啡 那這樣的做法 因為他知道有直播 他知道有美光燈 他還是把先前所謂直播主 或是趁聲量 或是把這個議題無限上綱 在政治領域 不是在政策領域之間 去做選擇 那如果這個樣子 但我也完全同意 敬平兄所說的 這對支持者有交代 這對同溫層基本上有交代 但對於真正要訴求 或是關心這件事情的 理性的中間選民來講 我覺得是不是能交代 這就很難說 所以說現在的方式在哪裡 其實國民黨現在已經 我的觀察 在萊豬這個議題之中 已經不是本質者反對了 本質者反對 你就應該把所有 還有萊姬的不分牛肉豬肉 通通給否決 現在所做的質詢 不論說分貝大聲的一點 態度稍微衝撞了一點 但是大家有沒有觀察到 從這個邏輯跟語境的脈絡 剛才廢物泰委員所做的質詢 你乍看好像還是在打吹購 但是大家爭取的是什麼 已經在有限度的進口開放 跟把關這個領域 雖然他講到什麼盲人 他沒有辦法看到標籤 但我們理性就是思考 這已經是什麼了 這已經跨到 理性建設的討論 就國民黨現階段某種程度上 右腳好像還在政治抗爭 可是左腳告訴大家 我好像又要做義式攻防 所以現階段的關鍵 不在於民進黨 而是在國民黨這個時候的 左腳跟右腳 你是否能夠協調 或者是過去武道所累積的社會能量 應該是支撐你去拉高 民進黨開放萊豬進口的 諸多門檻 你要成為民進黨另外一個 政策的門檻的把關者 這是大家所樂見的 如果只是無限上綱 或是歪樓 譬如說要罷免吳思瑤這一種 或是鄭立文額外爆料說 你要見縫插針 想辦法戳破或是挑動 蔡英文跟舒昌內閣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這些政治動作 就大可不必